这一次的扣押 对Supermax来说的 无疑会是一个蛮重大的打击 再加上现阶段我们已经看到 ASB已经出现的下滑的一个情况 我国其中一家手套巨头 Supermax他们的产品在美国海关被扣押 罪名的就是强迫劳动 这一项课题对Supermax再来的影响大吗 然后美国市场对Supermax的重要性到底有多大 Supermax出口于美国的这一个order的话 对它的bottom line earnings来讲的话 大概是有一个三分之一的一个贡献 所以以这样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 而且有一样东西我们不能忽视的是 其实手套在欧美国家 它的ASB是相对于会比较高的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 Supermax出口于美国 它的bottom line impact 和它的bottom line大概是三分之一 再加上高的ASB的情况底下的话 这一次的这个我们说说扣押呢 对Supermax来说的无疑会是一个蛮重大的打击 然后再加上现在的这个情况 每个人都知道 对于手套业来说呢 他们面对的不仅仅是 对于Supermax来说 面对的不仅仅是这一次的扣押 再加上现阶段我们已经看到 ASB已经直线的下滑的一个情况 然后我们看到其实这个事件 对手套业来说或者对Supermax来说呢 是一个双重打击 如果Supermax这个按键它悬而未决 或者说它还会拖一段时间的话 那其实对于我国另外三家的 这个手套的巨头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 他们可以做收渔翁之利吗 渔翁得利可能会有发生的 可是我觉得在这样子ASB的这个情况之下 我觉得得利也是得到一点点罢了 只是expand一点点 我觉得你要想到一间要分给三四间的公司 我觉得也是蛮少的了 然后第二点是 如果我们看现在这样子的情况 要等到可能 Let's say Top Glove用了 大概可能十四个月去settle 所以我们可以看接下来十四个月 到底可以不可以让其他的得利 我们也是觉得可能 Miley Neutral 也不会太过positive的一个状态 我想我们在了解这个手套股 到底有没有机会翻身的时候 其中最关键的是 疫情慢慢好转的同时 手套的这个ASB和公司的盈利 都在大幅度的下滑 就是按照你们的观察 手套的需求和ASB 目前的走势是怎么样 来到了现在的这个时候 当疫情开始慢慢放缓 每个人对 不是说你对手套的需求没有 只是说你对手套的那一个 urgency 那个紧迫性 并没有那么的高 相比于去年 因为现在疫苗的注射率也提高 经济也开始开放了 所以很多相关的业者 比如说饮食业也好 航空业也好 他们没有必要去购买更多的手套 尤其是在高价格内去购买更多的手套 他们很多会选择一个观望的态度 所以这也导致到 全世界对手套的紧迫性 没有那么的高 导致到ASB下滑 并不是因为我们所说的 我们的供应都过于需求了 对于手套接受下来的一个需求量 我觉得接受下来的两年三年内 还是会持续的走高 是想想今天 如果你进入一间餐厅 如果那餐厅的服务生 他们的厨房 都有用着手套的话 你本身都会开始觉得比较安心一些 自从疫情爆发之后 很多外国业者 他们就先后公布自己的这个扩张计划 其中中国业者的计划是最为激进的 其实也有分析员 他们就认为说 中国业者抢走我国业者的这个全球市占率 也只是时间上的问题 是 那有报告是指出说 中国的业者在欧洲销售手套的价格 会远远低过我国业者的价格 那你们觉得他们真的是会威胁到我国的业者吗 基本上他要增加的这个大概是60到80 billion 那自然而然他的未来的这个market share也会到这个15到20% 那如果他进来的话肯定的会影响到我们的market share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我觉得当然会影响到 可是不至于影响到那么多 因为我们一路以来都有很好的track record 就是卖给外国的这个US或者是Europe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这个Glove的厂呢 还是有这个优势 那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也是比较靠近这个原材料 就是我们的nitro跟latex 所以这个这两个两点之下 我觉得我们的Glove company是还是有意思 其实我看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哦 就是有一位叫做照相机的这个网友 他就问啊 Top Glove成功上市香港的可能性大吗 这样子 李育你的看法是 通常如果要上市一线公司 其实是要他们有一个很好的valuation 他们才可以上市 可是现在ASP也在下滑着 然后如果他们这样上市的话 基本上可能就不受到这个股民们的青睐 然后就很少人会去拿到他的这个股票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可能性可能会比较小 因为由于这个valuation没有达到 可能他们之前想要的这个valuation 所以我觉得暂时来说这个可以免断 事情演变到今时今日 你们觉得Top Glove上市香港的意义还大吗 或者说他们还有必要去执行他们的上市计划吗 Jerry你的看法是 这个其实取决于在管理层方面 他们对资金的那个我们所说的那个需求 所以如果在比如说我们知道这次下来 我们他们会有一些扩建啊 spending on capbacks and so on 这样子一个情况的话 他们在这方面有这样子一个需求的话 其实还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举动的 只是说以现阶段来看整体的情绪 那么的低迷这个情况的话 对于管理层而言或者是对于owner而言的话 我没有必要去去上市了 以现阶段一个情况 因为我们也知道他们的盈利也非常的非常的可观 在过去的几个季度的盈利也非常的可观 所以现阶段如果没有需要到资金的一个情况底下的话 我觉得以现在的一个估值啦 如果我是管理层的话 我不会急着要去上市了